大家好,我是小小,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电脑病毒 2004年,一个22岁,名叫李俊的男子 先后到北京和广州的网络安全公司求职 但所有公司看到他的简历,最高学历只有中专后都直接拒绝了他 两年后,也就是2006年,中国上百万台电脑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图标 一只大熊猫,他看上去满脸虔诚,双眼微臂 手里拿着三炷箱,看上去人畜无害 但很快,用户们就发现,他们电脑中所有文件图标都变成了这只熊猫 然后电脑运行越来越慢,任务管理器和注册表都无法打开 一打开,立马会自动关闭 哪怕是当时流行的杀毒软件,好比金山江民等都会被关闭,无法打开 最终电脑死机和蓝屏 这个病毒被称为熊猫烧香,成为当时无数中国网民的噩梦 当时中国的网吧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 但因为这个病毒的破坏,很多大学周边的网吧都不得不停验 政府和企业的一些电脑也不得不断开网络连接 大家应该能想到,这个病毒的创作者正是两年前求职时 被网络安全公司嫌弃学历太低的李俊 李俊于1982年出生在湖北武汉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所以家庭很一般 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中考分数低 如果上高中只能到镇上的学校就读 考上大学的可能性很低 父母经过考虑后,让李俊到他们工厂里的技校 学习水泥专业 李俊自己是更想上高中和大学的,但没办法 他把学校发的水泥教材带回家的时候就哭了 那个年代流行教笔友,他给一个笔友写信的时候 说自己最遗憾的事就是没有上大学 不过在技校里他也没学多久水泥专业 后面经过调整,他的专业变成了基电一体化 这时候他接触到了计算机课程 开始学习DOS和Windows操作系统 那时候他没有自己的电脑,平时会去网吧上网 一天他在网吧遇到了比自己大一些的学长雷雷 当时正处于1999年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轰炸后 中美的黑客在网络上爆发一场大战 雷雷正在执行黑客组织分配了一些任务 李俊就在旁边看着,被深深吸引住了 他马上就意识到了,这才是他喜欢的事 毕业后他没有听从家里的安排 离开工厂,去了武汉 他在武汉当过网管,帮别人装过电脑 长期的接触电脑,加上自己勤奋好学 他的编程水平不断提升 2001年,中国和美国的战机在南海相撞 引起了巨大轰动 李俊接到了中国红客联盟创神的指令 在夜间向美国的一些网站发起攻击 后面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他又跟其他中国网络黑客一起攻击日本网站 这些行动让他特别有成就感 不过每次从网络中出来 面对现实的时候,他过得并不开心 因为他月收入不到1000块 他本想去正规公司施展全角 好比2006年去北京和广州应聘 面试的公司包括瑞星和金山等杀毒软件公司 但都因为他学历太低被拒绝了 说他干不了这行 李俊是一个要强的人 因学历低被拒绝 他倍感愤怒和失望 于是决定报复社会 他开始用自己的技术 制作网游相关的黑客软件 通过测试服务器漏洞来赚外快 而后面更是制作出了无数中国人的噩梦 熊猫烧香 刚制作完成,名字都还没想好 他就开始在黑客圈子里宣传自己的病毒 说要出售他 每套价格500到1000元 他仅在十多天里 先后卖出了120多份 每天能拿到8000元左右 总共赚起10万多人民币 买到了病毒的人 可以自己修改病毒 然后传播出去 只要有人打开了带有熊猫烧香软件的网页 下载后运行,电脑就会被感染 这造成了100多万台电脑中毒 感染后 电脑还会每隔18秒就联网一次 下载更多病毒 电脑被控制后 网络游戏和QQ账号会被盗取来出售 之所以多数杀毒软件都对他的病毒无效 其中一个原因是 李俊特别勤快 最多一天更新升级病毒8次 跟最强反病毒软件 凯巴斯基的更新频率差不多 而且他每隔6秒就检测一次 电脑里可能安装的新杀毒软件 发现就进行攻击 先下手为将 让他们无法启动运行 但很快病毒制作者的身份就被发现了 有人通过分析此病毒 发现里面有whboy的标识 而在两年前 网络上就出现过一种名为武汉男生的病毒 这个病毒就是李俊制作的 古北王警发现了这点 很容易就侦破了该案件 2007年2月12日 古北省公安厅宣布 李俊和其他同伙共8人落网 李俊最终被判处4年有期徒刑 他在2010年出狱后 开始经营一家企业网络安全软件公司 但3年后他又被抓了 原因是开设网络赌场 非法获利数百万元 直到2015年再次出狱 这个熊猫烧香 是中国历史上最知名的电脑病毒之一 当时是06、07年 其实早在1949年 计算机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冯诺伊曼就在伊利诺伊大学的讲座上 提出了计算机病毒的理论 后来根据这个理论 写成了自复制自动机理论这篇文章 于1966年被发表 而制作第一个电脑病毒的人 名叫鲍伯托马斯 他在1971年制作了一个病毒 creeper 可以翻译为爬行者 能够自我复制并传播 不过它并没有什么破坏作用 只是用来测试冯诺伊曼的理论 它唯一的作用是会打银行消息 我是爬行者 有本事就抓住我 当时的网络不是如今的互联网 而是叫阿帕网 也就是互联网的前身 整个网络中只有28台机器被感染 在1972年的时候 另一个人 雷汤姆林森 创建了第一款杀毒软件收割者 reeper 能在阿帕网上移动 来删除爬行者病毒 虽然第一款电脑病毒 没有破坏作用 但随后却诞生了各式各样的病毒 有的具有极大危害 包括前面说的熊猫烧香 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几款比较有名的病毒 happy99翻译为快乐99 这是一款出现在1999年1月 针对Windows系统的病毒 由一个法国人制作 它是第一个通过电子邮件传播的病毒 遍布北美欧洲和亚洲 近百万人的电脑被感染 不过它也没有什么破坏作用 被感染的电脑会在桌面 多一个happy99的图标 双机打开后会显示烟花动画 上面写着1999新年快乐 看上去是一个挺友好的病毒 I love you 这是在2000年出现的病毒 翻译为我爱你 也被称为爱情病毒 听起来应该也是挺有爱的病毒 但实际完全不是 它就像是披着羊皮的狼 这个病毒也是通过电子邮件传播 收到邮件的人 会看到邮件主题是I love you 中文写着 请查看附件里我发给你的情书 如果你下载了附件 会得到一个名为给你的情书的文件 它看上去是一个txt文本文件 但实际是vbs脚本文件 vbs是一种编程语言 可以用来写程序 当然也可以写病毒 不知情的人 如果双机打开了这个文件 那它电脑的一些图片 或者音频文件都会被改写 变得不能用 如果电脑有重要文件 那将是毁灭性的 所以危害非常大 除此之外 它还会自动发邮件 给你列表里的其他用户 收到一样的邮件后 如果下载运行 也会被感染 其实这个病毒的真正目的 是窃取用户的互联网账号和密码 因为大家对这种爱情情书很好奇 所以很容易上当 导致在10天内 就有超过5000万台电脑被感染 占全世界电脑的10% 造成了55到87亿美元的损失 病毒制作者是一个菲律宾人 名叫德古兹曼 当时24岁 他说自己是因为太穷 支付不起上网费用 所以制作了这个病毒来盗取别人的上网账号 这样就不需要付钱来上网了 菲律宾警方把他抓捕 但是当时菲律宾还没有禁止制作恶意软件的法律 所以只能把他释放了 很快 菲律宾国会就在同年7月制定了相关法律 禁止这类事情再出现 但因为法律是事后才制定的 所以也无法起诉德古斯曼 由于这个病毒是用VBS语言写的 直接鼠标右键选择编辑 就可以自己修改 原始的病毒是修改电脑的图片和音频文件 这样危害就已经很大了 而后面得到了这个病毒的其他黑客 有的更狠 把电脑.com和.exe结尾的文件进行修改 一旦运行了这个病毒 关机后电脑就无法再开机了 因为它的巨大破坏作用 传播又非常广泛 2012年史密森学会把I love you病毒 评为历史上十大最致命的病毒之一 皮卡丘病毒 这也是2000年出现的病毒 通过电子邮件传播 邮件里会有一个附件 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下载后双击打开 会显示皮卡丘弹跳的动画 并用英文写着 在全世界数百万人之间 我找到了你 朋友啊 不要忘记 每次都要记得这一天 这个病毒是第一个主要针对儿童的病毒 看上去是一个友好的病毒 但实际它也有破坏电脑的危险 因为打开病毒的时候 它还会运行其他的命令 那就是会试图删除电脑里 两个关键目录的文件 下次开机的时候 电脑会提示 是否确认删除这两个目录的文件 如果输入Y表示yes 那就完蛋了 输入N表示no 那就不会删除 它跟爱情病毒一样 也会自动发邮件给所有邮件联系人 不过它造成危害并不大 因为删除文件需要用户确认才会执行 而且当时只要安装了最新安全软件的用户 都会自动把它杀掉 你是白痴病毒 2002年出现了一款非常魔性的病毒 只要用浏览器打开了 urinader.org这个网站 电脑就中招 中毒的症状是开始的时候 屏幕出现黑白切换的画面 上面有三个微笑的表情 看上去又有点像小丑 上面用英文写着 你是个白痴 同时播放一首魔性的音乐 唱的内容也是 你是个白痴 哈哈哈哈 看上去就是一个无聊的恶搞 但稍等一会儿你就开始头大了 屏幕开始出现更多的小窗口 是一样的内容 但在不断快速移动 而且音乐声音不断变大 吵得你受不了 如果想关闭窗口也是不行的 因为动得太快了 而如果你成功点到了一个窗口 它还会变成两个 也就是点中一个就增加一个 有人想到用快捷键来关闭浏览器 但根本没用 窗口只会变得更多 一顿操作后 屏幕就有了几十上百个跳来跳去的窗口 弄得你眼花了乱 打开了这么多窗口 电脑资源也用的越来越多 最终不堪重负 卡的不行 鼠标和键盘都无法正常使用 最终没办法 只能按下电源键 强行关闭电脑 等你重启电脑后 会发现好像恢复正常了 没有再出现吵闹的画面 但很快会发现 电脑里所有能删除的文件都被删除了 这时你才会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 很多人发现了这个病毒 去论坛或者其他地方留言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访问这个网站 但越这样说 越激起更多人的好奇心 导致有超过十万台电脑中了这个病毒 ZIP炸弹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病毒 它是一个ZIP压缩包 看上去非常小 只有几十K 现在一张普通的图片都不止这个大小 但神奇的是 如果解压它 那你的电脑可能会直接坏掉 因为解压出来的东西 可能几千T那么大 要知道 一T就大概1024G 很多的电脑硬盘可能总共就一T 甚至还不到 那么大的东西解压出来 硬盘空间根本不够 一旦执行了解压操作 那将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硬盘空间 最终电脑空间不够用而死机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几十K的压缩包 解压后怎么可能这么大呢 其实这跟压缩算法有关 只有点类似数学里的科学技术法 好比数字一亿 直接写是一后面加八个零 而用科学技术法就可以写成十的八次方 又例如一的后面加一百个零 可以写成十的一百次方 这样就短很多了 Zip压缩包的压缩算法也是类似的 重复的内容可以进行简化 好比把电脑病毒几个字重复一万遍 那可以写成类似于电脑病毒乘一千的形式 变短以后可以压缩的非常小 等解压后再恢复成重复一万次的形式 所以大量重复的内容 经过压缩后就变得很短 那就变成了很小的压缩包 但解压后恢复成很长的内容 就变成了超大的文件 这就是Zip炸弹的基本原理 谷歌病毒 这个病毒出现在2006年 可以说非常危险 因为只输错一个字母就能让电脑包废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谷歌搜索 它在2000年就成为了最多人使用的搜索引擎 它的网址是google.com 而有另一个网站跟它非常相似 网址是google.com 它跟谷歌的网址只差了一个字母 有一些用户就刚好说错了 打开了这个假冒的网站 当时的电脑系统安全性还是比较低的 如果用IE浏览器打开了这个网站 会自动下载网站设置了一大堆病毒木码 出现各种弹窗 包括儿童不一的内容 那你关闭都来不及 最终出现各种错误 导致电脑瘫痪报废 有个网友就回忆 他的爷爷当时就输错了网址 悲催的是爷爷还以为是孙子把电脑弄坏了 这个病毒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破坏 但现在新的电脑系统已经升级 不太可能再遇到这种输错一个字母 就让电脑报废的事了 Wonder Cry 这个病毒可以翻译为想哭病毒 首次出现在2017年5月 它是一种比特币勒索病毒 中毒的症状是电脑会出现一个界面 说是电脑上所有文件都被加密了 如果想恢复需要在三天内支付价值300美元的比特币 超过三天价格将变成600美元 超过七天将会永远无法恢复 下面留了制作者的比特币钱包地址 在一天内就有23万台电脑被感染 传播到了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 有300多人付了款 但是他们都表示文件没有被恢复 前打了水漂 很多人的重要文件都被加密 损失惨重 而受影响最大的要处英国的卫生服务系统 全国的很多医院被攻击 导致电脑无法正常使用 有的病人正做着手术都被迫暂停 德国的铁路系统也被攻击 导致500多人无法正常出行 不过好在英国一个安全专家对病毒进行逆向分析 发现代码里面有个奇怪的域名 或者说网址 这个域名还没被注册 它就花10美元注册并制作了网站 结果发现网站收到大量来自被感染电脑的请求 跟他猜想的一样 后面被感染电脑就不再加密文件了 他的猜想是 病毒里面有个终止加密的开关 开关就是域名 只要把它注册了 被感染电脑收到了响应 就不再加密新感染电脑的文件 虽然病毒还能继续传播 但是已经没有破坏作用 可以说这个安全专家 只用10美元就拯救了不少人 电脑病毒还有非常多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之后我再出一些相关视频 感谢观看